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擺大賞特派員 Semi 張雨農 看到我身後的這些東西呢 就是今天要為大家揭曉的 2020美麗家人專櫃美妝的擺大賞得獎主們 也讓我們來歡迎今天的藏進人少女邊小玉 嗨 我是少女邊小玉 想知道雨農最近在忙些什麼 最近在籌備我12月12號即將舉辦的個人演唱會 準備演唱會的之餘也要好好的保養 所以剛好呢有機會來試用到一些產品 你們有沒有想要特別首先介紹的 首先介紹的我覺得應該是這個非常吸我眼球 因為你們不覺得他的這個紅色的外觀很像一台超跑嗎 我覺得他擦起來呢算是蠻好推開蠻好洗手的 而且隔天起來我會覺得眼周的這一塊肌膚呢 他真的變得比較緊緻 然後比較不會蓬蓬的泡泡的感覺 因為主要我們現在大家都用手機啊 用電腦啊 用平板啊 所以他其實是針對我們這樣的3C組 然後可以去防止一些藍光造成的一些細紋 除了克蘭絲呢 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罐 這一罐我非常喜歡 他是雪花秀的潤造養膚精華 因為他擠出來呢 抹在手上的感覺 是那種就是你會覺得他真的是很潤 但是在上臉的時候你會覺得他很好吸收 然後很快就推開了 然後臉擦上去就會有那種烹潤感 尤其是他的味道 就是有一種漢方的草本味 然後我覺得很舒服 這一罐少女冰也很推 而且他其實在韓國賣得非常好 也是從未巧指定 他每天晚上都要用的保養品 他可以幫你把肌膚越陽越亮 而且越陽越年輕 蘭蔻的小黑瓶跟大眼冰珠精華 是我每天妝前都會使用的 因為我覺得這兩罐擦起來 都是那種很好吸收 然後大眼冰珠也是因為他裡面呢 就是有一個這個棒子 他可以按摩眼周的肌膚 所以有時候早上呢 如果眼周是比較水腫的話呢 就可以用這個按摩一下 那另外我還想要再推薦你一個 其實是我們的容編輯影片 大家都非常喜歡的 然後這次有得到百大賞手獎的 Dior的精脆再生玫瑰 味道進入 你看他裡面有一顆一顆的粉紅泡泡 他其實都是玫瑰的精華 你可以擠出來試試看喔 而且據說Selina他其實已經有用了十罐 十罐 非常好用 而且他擠出來真的是有一顆一顆的精華在裡面 然後很快的就推開吸收到裡面了 那你有說你蠻喜歡雪花秀的那一罐養膚精華嗎 你保養之後你可以先用養膚精華 雪花秀的養膚精華 然後再擦Dior這罐 他的效果會更好 你們都知道雅詩蘭黛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粉底液 粉持久對不對 這個應該很多人都有用過 然後他推出了氣墊粉餅 而且他的這個妝效呢 我覺得也不輸粉底液 因為他一樣非常的控油非常的持久 而且又聚在遮瑕 所以我們就是常常在外面跑來跑去的妝邊界來說 我們也一定都會有這塊Double World的氣墊粉餅 然後我自己本身很喜歡YSL的這一支水又光唇膏 不過你很喜歡的話我可以再推薦你旁邊那個銀管的 那個 對他是新出的 他是新鑽蜜唇膏 你可以打開來看他裡面有星星 真的耶 有一個星星耶 那個星星就是新樣顯白粒子 他可以反射光線 讓你的唇擦起來有嘟嘟的感覺 看完這麼多好用的保養品們呢 相信大家週年慶都知道要趕快去買了吧 那我自己先來選購一下 我自己想買的話 我想買這個耶 雪花秀的我真的很愛這一罐 而且剛剛小編說這個週年慶的組合超級划算的 然後還有這個Dior的 因為他這個是加大版的 所以只有週年慶才有 也不要忘了我的個人首場演唱會在12月12號大直APPshowboss 詳細的售票資訊呢可以看我的臉書還有我的IG 那小編一起說掰掰 掰掰 下次見